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首先有一点管理群它不一定是你管 可能这个新领导来了他接管那是由他来看的 老领导对我有志愈之恩 我觉得这里面是你以什么方式赋予给老领导尊重 同时还让新领导发挥他的领导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出去你不就被当躺枪了吗 你这个逃避责任你怎么做 如果老领导在工作群里指手画脚 你作为个人力专家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会很直接 我说领导我特别感谢你啊一直帮助我 而且虽然我现在换了新领导您还对我很关心 那现在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新领导希望我们部门都是本部门的人 希望做一个调整 那我又是这个角色 那我想就是如果您能理解的话 我会把您先踢出来 但是您有任何工作还继续指导我 我肯定会收到您的建议的 我觉得你情商职商都有问题 您说说赶紧点评我一下 如果是情商高应该是这样的 我直接重新建个群咱们工作都在那里说了 如果老领导还在想在这群里边说 那就说说我们就听听 然后我会回应一下不管别人怎么样 但我们的正常工作都在新群里边 这是情商 但如果按照职商 我觉得不应该像刚才那么做 跟老领导说清楚 你已经退出这个部门的领导 在这个群里边你应该被退出 不管你对不会对我指手画脚 哪怕你听了我的话不指手画脚了 你不应该在这个群 因为我们的工作暂时跟你是无关的 这没办法 这是职场 都错了 谢谢厉总指导 就是您新建那个群在实际上确实发生过 我们会有新建群 但是我刚才集中在 这个提示这个挺出的特别挑战 特别刁钻 这个出题这个人太坏了跟你说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职场问题 我见过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说 给老领导说 老领导 你看 这个我们的群里每天七嘴八舌的 太骚扰您了 然后我先把你挪出去好不好 有什么事 您尽管找我 我来帮您来解决 完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 但是呢 他们俩的回答都是经常见的 都是要么就很刚 我就把你 你老 你已经老了 你已经下 要要靠边站了 我就把你得罪了 怎么着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拉近你我的人际关系 但是新领导让我踢的 不怪我 我跟你是很好的关系 其实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军委的回答呢 我看到了你这个价值观的倾向 你所有的出发点都说 你是从利益的角度来平衡 你天生有这种敏锐的 平衡的能力 那职场的情商呢 你回答的问题就是 你还是以职场为主 我是以利益为主 这是我看到的 你说你的一个选择 其实军委我上来看 你是非常接地气的 但是后来就躲躲闪闪 其实本质上在这个舞台上 你是想借这个舞台去打造你 还是说真的就是你的 学历的背景和成长的背景 需要找一个人 看怎么样匹配你现在的状况 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们吗 我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本特别想真我的表达一些 那么我认为我社会经验 还是比较多的 就刚才您说的特别对 野鹿子多一点 基础多一点 其实这些野鹿子和基础 它依然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我会把它很系统地完善起来 但是把它完善起来的时候 可能真的需要一个 正规军的一些匹配 那你做好了心理的准备 当你去野鹿子打造你 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那就完全按照公司的规则来 因为野鹿子很难在 比如我这里也只有线上 那我看到你 我一定要找到什么 匹配你的东西 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 你会心甘情愿吗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 有智慧的老总的话 他不会面对我这样的人 他也应该不会一刀切的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权衡 我很担忧啊 我很担忧你跟公司很难解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 这不是野鹿子和专业鹿子的问题 你长久的社会漂泊 再加上过去的坎坷经历 同时你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是个公益人物 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已经根深蒂固 你对于打造自己的 那套方式和方向 你已经非常笃定 其实我从你的语言当中 你刚才也说你是介事 你是需要公司配合着你来 不是你配合着公司来 所以这一点 就是我最大的担忧 今天您的行为做公益 我们都觉得很大爱 有格局很敬佩 但是在这个场上的表现 让我觉得 你就是想让自己更红 那参加非你莫属 可以让你可能变得更红 那借助其他的 你身边的所有的势能 让你变得更红 没有错 那你借助一个企业 当你真正进入一家MCN 那我看到你身上 其实在运营你自己的思路 你的战略 都还是在运营你自己 而且我觉得你很难 去改变别人 对你的想法和执念 也就是说真正你需要一个公司提供给你的是什么 你想清楚了吗 是拿钱帮你买流量 是拿钱帮你在这里边去描榜 你希望像那些红人一样 有公司去给你出这个钱 把你捧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不可以做 但我觉得你还需要真的塌下心来 再去沉淀一段时间 把它做到一定段位之后 再来找公司合作 其实我必须得去回应一下 如果有一些误解 然后我没有一个很争我的一个回应的话 我觉得这种是最委屈的 我真的没有想您说的那样 也没有那么大的目的性 我认为我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是非常客观地想学习 我这样跟你说吧 其实如果只是像以往有一些人来应聘主播 他是个素人 他一点这个识别度都没有 他就想签到公司去 他有这样的才艺 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去做一名普通主播 挤心加提成 我把你打造出来 这很简单 但关键是你不一样 第一是因为你的身体原因 第二是因为你有一定的社会的公众效益 因为他的这个号里面体现出来的这个人 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属性 如果一旦要是合作的不好 或者是作品的方向不对 跟你心里面想象的不一样 势必会影响这个原有属性的变化 懂吧 嗯 来第二轮选择去后面 还有一盏灯 谈钱不上感情 我给你的职位是带货主播 然后薪陈六千加 原因是什么 可能跟你本身的需求的那个期待值 有差很多 原因是因为底薪两万的主播很难 然后目前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标准 但是我愿意给你尝试这样的岗位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得上传媒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得上传媒 好 来 邀请马瑞到台上来 你就不用过拳 腿不方便 好